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角膜变得比较薄 有一个病叫Keratoconus 就是角膜会一点点突出来 这种的病的机会会高一点 这个是很少病人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做这么多年的LASIK 我们差不多一万会一个病人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我们当然不要有一个病人有这种的情况 我们知道如果你比较年轻 还是你比较常常揉眼球 比较大力在眼球上面 这个是一个risk 还是如果你的家庭已经有这种的Keratoconus 所以我们做这个Evil ICL 好处是什么 因为这个激素是加东西进去的 不是拿东西出来的 所以加进去这个材料是叫Colamer 是像Collagen一样 Collagen就是你的皮肤跟你的身体 都是一个很自然的材料 已经用过30年了 都没有一个病人对他有过敏 我们这个ICL是一个永久手术 可是有问题 我们可以拿出来这个人工晶体 OK 所以我们这个ICL效果是非常好的效果 特别这个高度近视的 以前我们比较怕有白内脏 因为我们做这个ICL 可是现在改变成Evil ICL 这个情况非常少 In fact,我们有一个报告 就是有五年的follow up 就是已经看五年了 就是很多报告 加起来变成一个报告出来 4000眼睛里面 没有一个病人有得到那个白内脏 第二就是以前有听到有这个清光炎 还是眼压膏的问题 我们是用最先进的technology 叫ArcScan 帮助我们量你的眼球 所以我们可以放最准确的晶片进去 特别亚洲的人 他们眼睛都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安全的办法 可以放最准的晶体进去眼睛里面 25年我都不需要戴眼镜了 希望你有这个情况 可是有时候LASIK不适合你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做LASIK 还是不能做Smile 可是这个EVO ICL 是一个很好的technology 可以让你就是真的没有戴隐形眼镜还是眼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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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